台湾今天新增了312个本土个案 台湾现在这个状况是完全属于失控了 因为边境仍然不普筛 境内也不普筛 虽然陈时中现在已经在我们大家的呼吁之下 愿意说多设一点快筛站 但是还是不够 他是应该要普筛 普筛之后把病毒抓出来 轻症的人不能让他在家里面 你要有方舱医院或类似方舱医院 这样的医院是可以把所有轻症的病人 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这样的病毒才能够从这个社会社区里面 消失吗 我觉得台湾不是没有公共卫生的基本概念 是因为你一切都为了政治化 为了要反中 为了你脑残 你不肯按照医疗的科学的ABC来做 所以你根本是在害死老百姓 5月20号欧洲议会通过一个决议文 严厉的谴责 说中国攻击言论跟学术自由 不接受贸易协定 说中国不顾人权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 联合起来对中国的栽赃抹黑 利用对中国的栽赃抹黑 美国 日本 欧盟联合起来 发动对中国的一连串的攻击 然后他说 欧盟跟台湾的投资协定 不应该受中欧协定的牵制 还呼吁欧盟直接跟台湾展开协商 这个是直接要把台湾 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这个是599票赞成 30票反对 58票弃权决议 冻结了欧盟跟中国的投资协定 直到中国取消 对欧盟的政治人物的制裁为止 中国驻欧盟使团的发言人说 中欧投资协定是平衡互利 共赢的协定 不是谁对谁的恩赐 那中国始终抱有诚意 要促进双方合作 希望欧洲跟中国相向而行 他这里面讲的 他说要求中国要取消 对欧盟政治人物的制裁 我想请教一下 谁制裁谁 中国对欧洲制裁是被迫为止 是因为欧盟先对中国制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欧盟可以制裁中国 中国不能够对等制裁欧盟 所以认为欧盟是对的 欧盟对中国的无理的指责 跟栽赃抹黑是正确的 中国不得辩驳 不得反抗 我们要怎样就怎样 这个非常可怕 其实我在去年就已经一再的提出警告 拜登当选会比特朗普更恐怖 因为欧盟等这些美国的传统盟邦呢 是瞧不起特朗普的 是不会跟特朗普联手的 受不了特朗普 所以当拜登上来之后 拜登所采取的做法是 表面上比较斯文比较文明 所以他用一个他的盟邦 他们彼此喜欢的一个化妆术 用这个通关密语 大家就在一起站队 结合起来 共同对付中国 所以呢 他们现在用的一个抓手 其实目前最重要的抓手 是本来三个 现在变两个半 因为香港已经得到治理 那只能够叫一叫了 新疆 是他们最新发展出来的一个化妆术 用这个化妆术来栽赃中国 新疆跟台湾 所以这一次欧盟他们的决议 其中就公然的讲了 就是在讲新疆跟台湾 当然他这边讲人权 主要是讲新疆 也是讲香港 但新疆跟香港的人权 根本就没有问题 新疆跟香港都是中国的领土 新疆跟香港我也都去过 根本就没有问题 但他重点不在于中国 有没有问题 重点在于 他只需要一个借口跟一个理由 用这个借口跟用这个理由 来对付中国 欧盟这一次是非常离谱的 中欧投资协议 双方经过很长久的谈判 签了 当然欧盟他的议会要来追认 而来通过 结果这个时候 欧盟呢 就站队美国 不分金鸿造白 他就认为 中国在新疆 有种族灭绝 有强迫劳动 那中国已经 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 拿出证据 花银看 怎么样 都没有用 明明新疆 没有种族灭绝 因为 太可耻 种族灭绝 是何等样的事情 你用这样的 这样的罪名来指责中国 竟然不用拿出证据 竟然用道听途说 用美国豢养的 CIA的 这些组织 空口说白话 就说中国 种族灭绝 中国强迫劳动 然后用这个来制裁中国 要中国俯首认罪 而中国不得反抗 不得辩驳 这不强盗逻辑吗 这明明白白 是用借口 要来 对付中国 那 中国怎么办呢 你制裁 我只好 对等的制裁啊 好 那你现在说 好 你不得反抗 我的人骂你 你不能够辩驳 不能够回嘴 你回嘴 那我们 签的这个 投资协议 就算了 中国如果在 威胁恐吓之下 低头了 那么中国也就回到了 19世纪 的满清末年 其实啊 列强没有变 强盗没有变 对中国的图谋 也没有变 我们只是要把 这整件事情看得非常清楚而已 这一波对新疆的攻击 是美国 为首的 美国吹的号角 我们就看到 欧盟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大家一起全部都 跟着美国 来对付中国了 美国是去年 2020年的12月 美国政府 用强制劳动 做理由 禁止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参与生产的棉制品进口 然后呢 开始逐步的 发动 全世界的重要品牌 欧美为主的重要品牌 全面的 抵制 新疆棉花 大部分的品牌 很多知名的品牌 都参与 抵制新疆棉花 非常可恶 因为新疆根本没有 强制劳动 这种事情啊 这中国人都知道 没有强制劳动 因为不可能嘛 我们到新疆去 我到新疆去拍了 新疆棉花 怎么可能强制劳动 你都机器采收的 机器播种的 你要强制谁劳动 强制 机器劳动吗 莫名其妙 就跟你讲没有了 但是不容你辩驳 我说你有就是有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 前置打压 栽赃抹黑 是没有停止的 最近啊 美国有一批 Uniqlo的男士的衬衫 在1月5日 在洛杉矶港 遭到扣押 因为 他是 使用了新疆名花 那Uniqlo的母公司 对这件事情提出抗议 但是美国海关 就把它否决了 他要求Uniqlo提出什么样的 paper呢 他说 你啊 我反正我这一批衬衫 我从1月扣到现在 现在都5月了 我就是不给你进关 那你除非你要提出来 证明 你这个 这批产品 不是由强迫劳动的劳工 所生产的认可 那我反正我都说 你新疆的棉花都是啦 你如何证明你不是呢 我就说 只要用到新疆棉 就是用了强迫劳动的 所以你要证明你的棉花 不是新疆棉 好 那新疆棉 有什么证明 可以证明新疆棉是强迫劳动呢 我美国没有证据 但是不用证据 我美国说了算 我美国说 你新疆棉是强迫劳动 就是强迫劳动 懂吗 美国不让Uniqlo的 这一批衬衫进海关 摆了几个月哦 好 那他的母公司怎么说呢 他向美国海关抗议 但是否决啦 好 那母公司 他就回应说 对美国的决定非常遗憾 他表示 我们使用的是 已经证实生产过程中 绝对没有强迫劳动等问题的棉花 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新疆棉 没有一个棉花是强迫劳动的呀 但是美国需要证据吗 美国不需要证据 美国只需要无耻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美国的做法是霸凌 有关企业应该明确站出来反对 美方这种无理的行径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东西 一切都是假的 你知道吗 美国就是用假话要栽赃抹黑 给你泼粪啊 给你丢大便啊 那你怎么办 他就是这样子啊 他说你 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你说我没有没用啊 真正的真相是 美国自己干尽了所有的丑事 他呢 不让你中国对新疆有治理 所以才要不断的栽赃抹黑 他要把这个事情贯彻下去 他要把这个种族灭绝 跟强迫劳动这个事情 牢牢的牵在新疆身上 他不但是要对付新疆民 也要对付新疆所有的产业 他就要把违反人权 等于中国 这件事情牢牢的在 让每一个人这样认为 我们刚刚讲到欧盟 怎么样对中国下手 美国 这个带头老大 他每一天 每一天 都有针对中国的打压步骤 我今天只是讲个例子 讲Uniqlo 美国一个小小的海关 他就掐着 你任何企业 任何品牌 你用到新疆棉 我就不让你进口 杀鸡进口 这样就没有人敢用新疆棉 新疆棉花再好也没有用 只能中国自己用 甚至中国的品牌 他要压迫中国品牌 都不可以用 因为中国的品牌 如果用了新疆棉 也不能够出口到美国 那中国一大堆的纺织厂 帮外国品牌代工 也不能够用新疆棉 明白吗 他要击垮击碎 整个新疆的产业 让新疆人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穷困 那就陷于内乱 我就很好地 再把恐怖分子安插进去了 这个是美国 那日本呢 日本闲着吗 日本跟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 以及防卫大臣 日本叫做防卫大臣 岸信夫 是安倍晋三的弟弟 澳大利亚是国防部长 赌登 他们电话会谈 谈什么呢 谈台湾 岸信夫在四月的时候 去登了云纳国岛 云纳国岛离台湾非常非常地近 他登上云纳国岛 他眺望什么 眺望台湾 你要知道 日本对台湾 那是绝对不肯放手的 从1895年甲午战争 中国丧权辱国 割地赔款 台湾就是日本指定要的 因为拿下台湾就可以前置中国 更可以南下南洋 1945年 日本战败 台湾光复 重回中国的怀抱 你觉得日本人受得了吗 台湾事故的禁卵 台湾太肥美了 非常的不甘愿 这几十年来 从1945年一直到2021年 日本在台湾的手 没有一颗放手国 在政治 尤其是经济的掌控上 这是很多人是不能了解的 不了解说 日本是怎么样牢牢地掌控了台湾的命脉 很多台湾的品牌 台湾的产业 背后都是日本人掌控 或者关键技术在日本人手里 甚至透过台湾的台商 进军中国大陆 因为大陆对台商好啊 你是同胞啊 但台商 有些台商背后就是日本啊 所以那是四月 五月的时候 现在岸信夫他接受日本媒体的专访 他说我们日本啊 我们的防卫预算 不会只限于GDP的1%啊 我们要更多更多 我们要扩充军备 第二他说什么 说台湾的问题啊 我们要把它当成是日本的问题 这是日本的问题 奇怪啊 台湾是你日本领土吗 不是哎 台湾跟大陆 现在分支是因为国共内战 台湾是中国领土 台湾的是干你日本什么关系啊 竟然公然的一个防卫大臣 说要把台湾当成是日本自己的问题 请问你想干嘛 可见他就是要用外交经贸政治 以及用军事的所有的力量 要阻挠中国统一 要让台湾脱离中国而去 他不但是阻挠中国统一而已哦 他是要用一个很大的力量 让台湾完成脱离中国 完整的脱离中国这件事情 台湾每一天都在更排毒 那他现在日本跟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 在会谈上面说 表示到台湾的问题 讲到台湾的问题 然后又讲到中国施行海警法 所以澳大利亚跟日本在忧虑 然后又谈到说自由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 日本澳大利亚美国 这三国会加强国防合作 日本澳大利亚跟美国 都跟印度洋没什么关系 他们要三国联合起来 加强合作来反华 来对付中国 列强仍然图谋中国 没有改变 大家都很难想象说 美国会怎么样摘脏抹黑中国 因为人哦 人是很容易受环境 各种各样的影响的 今天这个人这样说 明天那样说 新闻这样报 一天 一个礼拜 一个月 你就信了 你周围每个人都说他是坏人 你就相信他是坏人 而且越看越坏 那中国是怎么样 被美国为首的 这样的力量来摘脏抹黑的 他是要让全世界人相信 包括中国的台湾人相信 包括中国内地的人相信 中国人自己都相信自己很糟糕 那外国更相信 那这样的话 全世界这些列强的贼强盗 他要来对中国下手 那你能够反抗吗 你能够反驳吗 你能够说不吗 那打你也就是应该而已 所以台湾就不可以跟大陆统一 因为他既然是一个 那么邪恶的一个政府 你懂吧 那是怎么 这个是怎么样操作呢 我就举个例子 举这个新冠病毒的例子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摘脏抹黑中国呢 因为要坐实了这个中国啊 危害全世界 这件事情 那怎么做呢 前面之前的过去一整年了 不用讲了 现在他们放手了吗 没放手 最新的操作 来 第一步 美国共和党一个众议员 他提供给美国福斯新闻一个报告 你看国会议员哦 众议员哦 那福斯电视 你就算说他是比较右派的 他好歹也是一个大的电视公司啊 福斯电视 众议员加上媒体福斯电视 哦 还有个报告哦 那报告一定是真的嘛 对不对 报告我们讲 哦 有个报告 你看有个报告 说这个是中国害的 这里面就讲到说大量间接证据指出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 哇 有大量的间接证据说就是你中国实验室泄露的 那福斯新闻是这样讲的 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议员纳尼斯跟其他的共和党人 提供了一份报告 说 由于中国缺乏合作阻碍病毒起源的国际调查 明明世卫组织已经派了专家到中国去调查 明明说不是 美国管你啊 美国继续散播 谣言继续颇份啊 而且还空口说白话 还在当A你阻碍调查 他就开始破份了 大量间接证据 引发人们忧心 这种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外线 你看你看 他要不要脸 不要脸 他说大量间接证据 他已经说间接证据 间接证据是不可信的 然后再来说引发人们忧心 他有没有这证据所谓的证据有没有办法证明是中国害呢 不能 他说哎哟这证据让我忧心啊 引发人们忧心 然后后面又说可能 maybe 那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对不对 他用了一大堆 可能 我忧心 我担心啊 然后间接啊 那这什么意思 从头到尾就是栽赃 然后他说哎呀 这个武汉实验室的几名研究员 在2019年的秋季就感染了类似COVID-19的症状 这个负不负责任啊 不负责任 因为所谓的新冠病毒的症状就是跟感冒很像 所以呢 只要有人有感冒的症状 你就说哦 他很类似 那你美国有更多类似的吧 感染了类似的症状 那你有证据吗 没有 他就他高线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然后他还说 中国军方介入啊 我的妈啊 然后他竟然说 几乎没有任何间接证据 支持中国所声称的病毒是自然产生的说辞 他这个就是公然说谎 因为世卫组织的专家已经说了 说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这个病毒是来自实验室 当然他这样讲 结果美国竟然把它扭转翻过来 可以胡说到这样子 然后他说报告甚至指出哦 有明显迹象显示 美国政府机构跟学术机构 可能跟武汉实验室 有研究合作或资助情况 而在美国政府停止研究以后 相关的研究内容事后 还是受到发表 这个他就把它讲成很恐怖哦 因为大陆那个武汉 病毒实验室 它跟美国政府有合作 你知道吗 那可是跟新冠病毒是两码事 所以美国因为跟武汉实验室是有合作的 美国自己有合作 那你今天你又要这样来栽赃啊 太可怕了 美国的战略 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他们一个研究员 叫做白明 这只是翻译 他不是中国人 他是翻译的 他的研究员 这个CSIS 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 他甚至不是研究机构 他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反华组织 他是非常接近CIA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美国的战略纪国际研究所CSIS 他资金来源是怎么来的 这个CSIS 他是1962年成立的 他早期呢 他的资金来源是从保守政党 就比较右派的 比如说是美国的企业研究所啦 基金会啦 还有石油公司 他跟石油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 以洛克菲勒为首的 四十几个石油公司 长期支持跟赞助CSIS的研究活动 洛克菲勒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 而且呢 是在制了很多第三世界的一个财团 而洛克菲勒控制了中国的 在清末民初的 很多很多国家的走向 洛克菲勒 当然 他用了他赚了那么多钱 花一点点小钱去 资助很多这种他养的小鬼 我讲说这种是财团跟右派组织 养的小鬼 那美国的情报组织 跟美国的军火工业 美国的石油公司 有长期的勾结 有长期的管道 2012年 这个一般的企业跟基金会的捐赠 给这个研究所呢 占27% 政府 美国政府占21% 还有一些个人 个人捐助 这个可以抵税 主要呢 就是能源巨头 石油公司 比如说雪佛龙 挪威石油 埃克森 美孚 沙特国家石油 BP壳牌 懂了吧 都是欧美的石油公司 那我说这个CSIS 它就是一个反华中心 它过去干了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 有一个BBC的新闻说 美国智库说 中国在南海争议的岛礁 建强化飞机库 然后另外一个新闻说 打击中国假讯旗 美国智库CSIS 说可以效法台湾 懂了吧 这就是国际上的抹黑 不断的抹黑 然后说 美国智库 建议美国跟台湾合作 来威慑中国侵略 然后说 提倡5G干净网络 要去中国化的 也是他 然后说 中国霸占全球 85%的稀土市场 也是他 拜托 这个稀土 是产自中国 什么叫做霸占 你知道我中国领土的 这我的东西 还是我霸占 然后说要禁止 新疆太阳能的 也是他 这无意不语 还要联合西方所有的国家 要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 打击中国 也是他 那这些返华中心呢 除了这个CSS 还有个布鲁金斯学会 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 还有哈德逊研究所 这几个全部都是 所以利用这种 所谓的NGO 有情报组织 有财团的钱丢进去 有美国政府 欧美政府的钱丢进去 再加上媒体 还有政客 全部缴一缴 就形成一个 垄断的全球话语权 来栽赃 折黑 颇奋 中国大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